记者! 我们逊德菜很久很久就很明明了 胖炒的时候 很多都是原料来做的原味 炒牛奶这个菜是逊德菜的特别代表作 也是广东菜 《软炒放发》里面最大表作 大四个菜 下场的味 我是陈乐阁 牛奶一定要用南方水箱的水流 它的牛奶 同一般的牛奶就是不同的香度 如果没有的话其他的炒都可以炒 但是香味可能是均值一点 最大的课点就是全部的料都要熟的 在炒的时候我们要配好各种材料 切小粒小粒就可以了 鸡蛋最好就用土鸡蛋 我们一斤牛奶放四两的鸡蛋 大约是六个鸡蛋 把它混合 鸡蛋是把这个牛奶淹固成三年 生粉30克 是汽入到这个牛奶的水分 然后再把它们移动在一起 调好以后再放到牛奶里面炒 猪油不要太多 最重要的是讲武好火候 蒙火阴油 先烧起烟 然后把火关的小 放副料 然后再放这个牛奶 按照一个方向来炒 不能反炒 一反炒你就不好看了 炒牛奶的标准 就是保证这个面要有光泽 炒起来 没有炒糊 放到表里面 成一个山盐 没有水分标出来 原来传统的做法 都是放火腿熔 但是现在增加它的颜色 日后的好吃程度 我们放这个 它的味道是咸鲜 有很香的气味 飘出 蛋白和牛奶混过以后 一放在嘴里面 就马上溶解了 那样的感觉 有香又黄 有很多客员去了以后 他们都有这个 反映出来的 有一个字 就是你的炒牛奶 蒸棋 就一个字 一个棋字 什么棋 你看 一般我们的家庭 都是克甜的 是吧 克水 我们都打到克了 但是你能够把它 炒成了一碟菜 而且这些菜 也很滑 很香 很爽 你是不是急 真的很急